今天在魁省的新闻发布会上,魁省身上表示, 蒙特利尔的小学和日拖机构或枪可能推迟到9月开学。 这个消息一出,对很多家长来说,算是稍稍地松了一口气。 同样是在周一,欧洲第一个重新开放日拖机构的国家挪威也传来了消息, 两周过去了,并没有看到新冠确诊的大幅攀升。 挪威于4月20日重新开放了其日拖, 然后在一周后为6至10岁的儿童开放了学校。 这些机构于3月12日关闭, 他们的重新开放引起了广泛关注,尤其是父母的关注。 在Facebook上,一个名为《我的孩子不能成为新冠小白鼠》的页面, 聚集了大约27000名成员。 挪威的美发沙龙、物理治疗师和其他护理服务已于4月27日重新开放, 至今尚未出现疫情的爆发。 挪威公共卫生学院表示, 尚未看到这些领域的开放对流行病学状况产生负面影响, 不过他同时也表示,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, 我们正在密切监视着局势的变化。 挪威的其他学校也将在本周重新开放。 周日,挪威仅报告了7例新增新冠确诊, 挪威人口536.8万, 自新冠流行以来, 确诊总数已达8106例, 死亡224例。 关注7天,了解真实的加拿大。